各位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在这讲当中我们来和大家继续学习瓶肝西风药 那么我们来看瓶肝西风药它们的特点 瓶肝西风药它们揭露肝筋 这是共性要求大家必须掌握的 那么多为什么芥类昆虫类这些动物药 那么配舞的方法原则呢 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使用注意 第一个本类药物呢 有些呢是性是偏含量啊 有些是什么偏温噪的 它们是不一样的 那么再有一个 说脾虚的患者一般不宜用含量制品 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再有呢 殷虚血亏的既用温噪 温噪药品呢 它容易豪气 还是豪血压 豪气血 所以说一般来说呢 不宜使用它们 那么我们来看具体的药物 第一个药物叫什么 叫石绝敏 那么看到这个药物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同学已经想到了老师要说什么 在老师讲清热的药物的时候呢 学过一个药物 叫什么呢 叫绝敏子 这个绝敏子呢 是可以泡茶喝的 有的时候呢 在一些家庭当中 有的人呢 失眠 是吧 肝火旺 失眠 用什么绝敏子的枕头 茶枕 那么不管是石绝敏也好 还是绝敏子也好 它们共同的特点叫什么 叫绝敏 所谓的绝敏 就是指的是决定眼睛明亮 那么决定眼睛明亮 那么眼睛明亮与否 跟什么有关系 跟肝火旺有关系 那么它们均有的功效 叫清干明目 那么清干明目 严老师一般把清干明目 写成叫什么 叫清明 那么在清明就是清明节 我们要进行什么 进行赏菊 清明节叫赏菊吧 赏 商 商业 菊 菊花 所以说我们要把以前的东西呢 要进行什么 进行回顾 所以说商业和菊花 也能够清干明目 OK 这是我们说的食觉明 那么另外一个 食觉明 它是一个贝壳 注意贝壳 贝壳呢 它是重罪的 所以说它能够什么 能够平干 浅阳 用于治疗什么 干阳上坎 出现了头晕 木械 那么同时呢 当患者出现 木赤 肿痛 事物 烘花 有热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用食觉明来治疗 因为食觉明 能够清干活 那么清干活的药物 还有哪些呢 那么这里面有谁呢 有槐花 叫请干洗活 对吧 清干洗活 那么还有谁呢 下枯草 是吧 清干活 清干活 还有我们的什么 决明子啊 等等 这是我们的食觉明 下面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药物 叫什么 叫珍珠母 那么珍珠母呢 他这块呢 注意啊 他也能够清干明目 啊 那么这块呢 他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啊 然后呢 我们来看牡蛎 学牡蛎呀 我们不得不说龙骨 龙骨的功效 跟牡蛎的功效 极为相似 那么以前老师在讲药物的配物 使用关系的时候就说过 一般来说呢 相须使用的药物 一般来自于同一章节 或者当这两个药物的功效 极为相似的时候 或者几乎一致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它们认作 叫相须配物 而我们的龙骨和牡蛎 就是一对 龙骨的功效 是正经安神 平肝浅阳 加上收敛顾色 那么当龙骨 加上软肩散结 就变成了我们的牡蛎 那么牡蛎 为什么有软肩散结之功呢 因为牡蛎来自于海里面 海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是咸的 咸的 所以说它能够软肩散结 这一点是跟我们的龙骨是不一样的 那么其他的这些功效 跟我们龙骨一模一样 所以说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一个 我们牡蛎 牡蛎呢 这里面它主要成分是什么 是钙盐 相当于碳酸钙 是吧 碳酸钙这些东西 你说能跟什么反应啊 跟盐酸这些反应来综合这个酸 所以说能够什么 能够自酸止痛 是吧 那么龙骨牡蛎这一块呢 一般来说需要什么 需要打碎仙尖 这就是我们牡蛎 要求大家掌握的知识点 那么知识点 其实不是很多 希望同学们呢 要什么 要抓住 要什么 要把这个点抓住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戴者石 那么学戴者石之前 我们肯定要学另外一个药物 叫什么 叫悬浮花 当我讲悬浮花的时候呢 已经提到过戴者石了 戴者石 大家想啊 它是个什么 矿石类的药物 像吧 是吧 它有什么作用啊 重罪 重罪 当然能够 平干减阳 重罪呀 降力呀 对吧 那么第二个 泽 是什么颜色 红色 红色露血 能够凉血 止血 所以说治疗什么 治疗血热吐尿崩漏 那么治疗什么 气火上力出血 这是我们说的戴者石 那么重症 那么重症将力 跟我们的悬浮花 进行配舞 来治疗什么呢 治疗 废气上力的咳嗽 那么治疗什么 胃气上力的呕吐等等 那么同时呢 戴者石呢 也可以跟其他药物配舞 来治疗肝阳上抗 出现的头晕 目眩 那么戴者石 跟我们的磁石 龙骨 牡蛎等等是一样的 都需要什么 打碎 先肩 这是我们和大家说的几个点 然后呢 我们来看刺激离 刺激离呢 这个呢 在2014年的考试当中 就考了刺激离 那么当时 我的很多学生呢 都选出来了 有些同学呢 可能刚刚听我的课 或者是去年 是吧 没过 今年又来了 那么这里面 一定要注意这个方法 那么刺激离呢 这里面呢 第一个 带刺的 我们在前面讲个叫什么 叫经济带刺 治疗什么病 皮肤病 气风 滋养 然后呢 再有呢 叫什么呢 叫刺激离 刺激离呢 这里面啊 我喜欢把它进行谐音 叫什么呢 刺激 刺激 厉害 刺激厉害 那么刺激厉害 这个没有例子房 刺激厉害 这里面注意哦 有的人呢 就会什么呢 就会借酒 焦愁 喝酒啊 叫瓶肝 有的人呢 就会什么呢 去赌博啊 然后呢 就酥干了 瓶肝 对的是什么 这个瓶肝 酥干 对的是这个酥干 考试 用这种方法 屡试不爽 那么 这里面 既然我们说到这儿呢 就要和大家说一些事情 说一些典故 说一些例子 那么这个我是从哪个故事来引申 想到的呢 是从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呢 叫陈舟 他是中国的一个老百姓 他呢 没有腿 没有脚 没有腿 没有脚 但是 他就靠这个双手 一年爬三十二次泰山 如果去过泰山的同学就知道 泰山特别的陡 尤其是十八盘 我清楚的记得 我当时爬泰山的时候是晚上 当时八点半开始爬泰山 那么在凌晨三点半左右登上了泰山 那么走走停停 因为太高了 如果让我再次在白天去爬泰山 我肯定上不去 因为太陡了 但是他一年三十二次爬泰山 同时你知道吗 他把中国的五月都爬了 华山也爬了 那么在五月上 他还做了这样的一个惊人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向他所爱的女孩求婚了 那么他没有脚 那么整够的身子只有一米 是吧 只有一米 那么他娶的老婆什么呢 长得非常的漂亮 有胳膊有腿 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这个小伙子身上 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那么这个陈州这个小伙子呢 九岁的时候 他从小呢 上了父亲 上了母亲 没有父亲 没有母亲 九岁的时候 有一次贪玩 贪玩呢 就开始爬那个火车 爬火车一不小心 从火车上掉下来 双腿都被火车碾了 那么他被好心人救下的时候 以为活不了 但是他活下来 活下来以后呢 他呢 就开始什么呢 开始乞讨 那么当他乞讨到十几岁的时候 他发现 我不能这样 是吧 他感觉 我来到世上不容易 我要堂堂正正的活一次 他没有念过一天的书 但是他讲的道理 让我们很多的硕士博士很汗颜 因为他喜欢看书 他喜欢看书怎么看呢 他是通过自学的 那么我们说人生的打击 对他打击是非常大的 你想啊 没有父亲 没有母亲 没有腿 但是他发现 哎 我看到很多人呢 在用自己的歌声 去唱自己的生活 我 也有赏音 虽然我没有腿 但是我有赏子 我能够跟他们做到一样 所以说 他拒绝了别人对他的失守 他勇于去做一件事情 什么 去唱歌 去用歌声 去 规划 去什么 去规划自己的美好的人生 他没有被这种刺激打败 没有去借酒交仇 是吧 没有去 赌博 但是越来越强大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 我们就说啊 很多人 你说 他们伤起如此 我们有胳膊 有腿 凭什么 我们不去努力 凭什么 我们混的就比别人差呢 所以说我在这儿 借这个药物 也说了一些道理 是吧 很多人都在忧郁 说什么呢 说我忧郁 我忧郁 我没有邪 但是直到 我遇到一个人 他没有脚 所以有的时候 不要抱怨自己的不幸 是吧 应该什么 从这些不幸 从这些刺激当中走出来 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那么刺激离呢 我们就和大家说这么多 下面呢 我们来看罗布玛 罗布玛呢 很多同学可能也都知道 说有个罗布玛片 他干什么用的呢 是降血压的 但是要注意哦 罗布玛不宜长期的服用 以免中毒 这是罗布玛的主要的考点 在医师考试当中 所以说希望大家 把刚才老师所讲的这种掌握住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药物进行对比 叫什么 叫绝敏子和石绝敏 绝敏子呢 它是什么 它是能够清肝明目的 跟我们绝敏 石绝敏一样 但是绝敏子 它是个种子 种子的药物呢 脂肪量比较多 所以说一般来说呢 是润肠通变 而我们石绝敏呢 它这个贝壳 它重罪能比较强 能够平肝 浅阳 治疗 肝阳 上抗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龙骨和牡蛎 龙骨和牡蛎 一般来说 它们相需使用 龙骨和牡蛎 共同的功效 是震惊 安神 治疗 失眠 等等 那么同时能够平肝浅阳 治疗什么 肝阳 上抗的 悬晕 同时 还能够干什么呢 还能够 我们的收敛 我们的收敛 骨色 治疗一些滑脱症 但是呢 我们牡蛎 它多了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它是咸的 它能够软间散结 治疗一些结块 肿块 等等 那么恰恰是这一点 跟我们的龙骨是不一样的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们的断 牡蛎和 深牡蛎 那么深牡蛎呢 主要软间散结比较强 而断牡蛎呢 主要治疗什么 滑脱症 它搜敛 顾色 能力比较强 所以说断 和深 用 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 后面的 叫西风 紫金药 那么西风 紫金药呢 这里面一个叫 羚羊脚 羚羊 大家想啊 羚羊在什么时候 就被把脚弄下来了 因为在什么 在清明节的时候 在清明的时候 因为要既是祖宗 所以说羚羊都得死了 死清热解毒 所以说羚羊脚的功效 就很简单了 说是西风 同时清肝明目 清热解毒 清热解毒呢 主要是消炎 治疗什么呢 治疗一些热毒发斑 对吧 那么清肝明目呢 主要治疗是的是什么 治疗是肝火上炎 目视肿痛等等 这是我们的羚羊脚 那么羚羊脚呢 一般来说呢 用量和使用要注意的 那么羚羊脚一般来说 盐墨冲浮的时候 一般是0.3到0.6克 那么羚羊脚这里面 一般来说呢 单间需要什么 两个以上 两个小时以上 是吧 或者是盐墨冲浮 这是我们羚羊脚的考点 那么再来看呢 就是我们的牛黄 牛黄这里面 我相信很多同学 也有所了解 说我们在生活中 有一个叫安宫牛黄丸 安宫牛黄丸治疗什么呢 不明原因引起的高热发烧 那么这里面注意 它能够清热解毒 它能够消炎清热 那么同时呢 这里面我们说出现什么 出现昏厥开窍 使用我们的牛黄 是吧 那么我们再来看珍珠 那么珍珠呢 这里面我们经常考的东西 是在什么地方呢 明目退役和解毒生机 润腹养颜 是它的考点 大家都知道啊 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买到眼药水 眼药水这里面有个叫 真市民地眼液 那么真市民地眼液 这个真实际上说的就是珍珠 那么珍珠呢 它有明目之功 明目退役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很多人呢 喜欢用珍珠 把珍珠打成末 干什么呢 敷面部 来干什么 来美容 美肌 敷 对吧 使肌肤美丽 那么一般来说呢 这个皮肤塑斑呢 会用它 那么再有呢 我们来看什么呢 我们来看沟疼 那么沟疼呢 它能够什么 清热 瓶干 清热瓶干 那么这个呢 大家注意一下 清热 那么大家想啊 沟疼 是不是两个勾在块 两个勾在块 不就是清热吗 对不对 OK 清热 那么主要是清的是干热 干热 出现目视肿痛啊 用的比较多 那么另外一个呢 沟疼使用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后下 沟疼这里面主要是有沟疼碱 那么沟疼碱和我们的薄荷 薄荷油 这两个一起煎 好 我们可以治疗什么 烟氧咳嗽 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呢 再有呢 就是天麻 那么这里面 大家看呢 带什么字啊 带天 那么带天 你就治疗什么病啊 上面的疾病 上面的疾病 一般是脑袋 脑袋就是中风 中风一般出现什么 偏生的麻痹吧 所以说它能够什么 去风通落 还能够西风 西风这里面 主要治疗的是什么 干风内冻 出现什么 金弦抽搐啊 等等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在生活中 看到这个人 是吧 一灿一灿 甚至有的时候端水呀 打麻将啊 或者什么的 都出现什么 正灿呀 等等 一般叫什么 叫中风 先造 那么这个时候 可以用什么 用添麻 是吧 能治疗什么 治疗 肢体的麻木 手足不碎呀 风之必痛啊 等等 然后呢 我们来看 帝龙 帝龙 那么帝龙啊 这里面我们要说一下 帝龙啊 这个要武啊 跟我国历史上 一个皇帝有关系 那么这个皇帝是谁呢 这个皇帝啊 是赵匡印 那么赵匡印 这个皇帝呢 他不是光二代 不是富二代 靠的是自己的努力 打下了江山 那么这里面注意哦 他打下江山 就得了好多的疾病 落下了好多的病根 那么有个病根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腰残火丹 腰残火丹呢 就是我们的带状炮症 那么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带状分布 在什么 在腰部 那么一大串一大串的水泡 是吧 那么这里面是因为有湿热 很多的宫里面的医生呢 都给他治疗了 但是没有治疗好 后来呢 他就贴黄绑 贴黄绑呢 就有个小狼钟 就把这个黄绑就撕下来了 撕下来就给他去看了 那么他当时用的药物呢 就是我们的蚯蚓 那么这个药物用下去以后 赵匡印感觉特别的好 就问他 是吧 那么我想问你 假楼师 你是小中医 你回答什么 这位同学 是吧 不支撑着 不支撑你死定了 是吧 你给黄绑吃了什么药 是吧 你敢不说话 不说话 你不得死定了吗 是吧 是吧 那你呢 帝龙 那个时候还没叫帝龙呢 对吧 那么是这么回事 那么小郎中呢 还这么想 就这么说的 说 君上乃真龙 天子 此物乃帝龙 以龙捕龙 是这么回事 皇帝听完以后 特别的高兴 是吧 后来呢 就给他赏了一个什么 牌匾 表达什么 表达他的艺术高明 那么这里面注意 带状炮枕 效果特别好的 是吧 你的同学不信 不信你回去问问 赵匡印 是吧 当然了 问出来的结果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 是吧 别回来了 是吧 下面 然后呢 这里面大家注意 帝龙呢 这里面因为是长条状的 我们带状炮枕 是不是也是长条状的呢 注意长条状的 以形自行 所以说他能够什么 他能够通落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说带状炮枕 是炎症 是有热的 而帝龙呢 他是良性的 是吧 你说帝龙是不是长 就是生活在地下呀 地下是良性的 所以说他能够清热 那么另外一个呢 帝龙啊 注意哦 帝龙他的肺活量呢 比较高 你看过帝龙在下面 松河吐吐吐气 松河吐吐吐气吗 绝对是没有的 是吧 所以说他的肺活量比较高 所以说主要是定喘 定喘 那么帝龙呢 还能够什么 利尿 他把这个热的 排到哪里去呢 排到小便里面去 所以说治疗什么 治疗小便不通 尿壁不通等等 那么这里面平喘呢 他主要是治疗肺热的可喘 为什么 因为他能够清热呀 他是寒性的 对吧 同时呢 还能治疗什么 风湿的臂症 那么这个臂呢 就是我们说的风湿 类风湿的关机炎 等等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们说的全蝎 那么全蝎乌宫呢 我们在放在块学习 那么大家都知道 全蝎 蝎子 大家注意哦 蝎子 他有没有毒啊 有毒 注意哦 有毒的药物啊 一般来说呢 能够以毒攻毒 能够去除一些热毒 那么大家注意 他能够攻毒散结 治疗什么 窗殃肿毒 裸力结合 他有散结攻毒之功 那么第二个 大家都知道 全蝎和乌宫 他们是个动物 动物他什么 他走窜能力特别强 那么走窜能力特别强 那么我想问你 当你有筋脉不通的时候 他露到你人体以后 他能干什么 能够走窜通路 所以说 他们能够什么 通路止痛 能够治疗 风湿的完毕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风湿 内风湿的关键 好长时间 老是不好 疼痛 我们的全蝎乌宫 恰恰能够治疗好他们 因为他们是能够通路止痛的 通路止痛 特别强 是吧 那么同时呢 对一些什么 顽固性的偏头痛啊 等等 他们均有收风通路止空 那么全蝎和乌宫 他们呢 都是有毒的 一般来说呢 主要是炎末吞浮 量不宜太大 全蝎和乌宫 他们的功效 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说 你把全蝎学完了 乌宫也就出来了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们的江禅 那么江禅呢 他也能吸风 那么江禅这里面 主要以气风止痛为主 治疗什么 风中静落等等啊 那么我们把这药吧 进行一个对比 那么林阳桥和牛黄呢 他们均能够品干吸风 但是林阳桥呢 他偏于什么呢 消炎 清热解毒 同时呢 能够品干瞑目 治疗什么 治疗眼睛方面 用的比较多 而我们牛黄呢 他主要开窍 去热方面效果比较好 也就是说 治疗一些什么 热性的神昏 等等 而再有呢 是沟腾和添麻 沟腾和添麻呢 就能够品干吸风 但是沟腾呢 他主要清热 尤其是有干热的时候 目视肿痛的时候 用的比较多 而我们的添麻呢 他主要是治疗什么 偏身麻痹 去风通落 能力比较强 他主要是走窜能力 那么再有呢 就是全歇和乌工 那么全歇和乌工呢 这里面我们说功效 几乎是一样的 那么其实 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和大家说的 这几个药物的比较 那么下面呢 我们对这一张几药物呢 进行一个疏导 进行一个总结 那么在这一张节 分为瓶肝 浅阳药和西风紫禁药 那么瓶肝 浅阳药 这里面重要的药物 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石军民 然后呢 再有就是牡蜜啊等等 然后呢 再有呢 就是我们说的 什么呢 就是这个西风的药物 西风的药物呢 这里面几个 明阳脚一个 还有一个是沟腾一个 那么黎阳脚这里面 一定要注意这里面用量 0.3到0.6克 那么可以单间两个小时 也可以研磨冲浮 研磨冲浮 0.3到0.6克 跟我们马前子的用量 是一样的 同时要注意什么 沟腾 沟腾呢 一般来说呢 需要清干热 它需要厚下 沟腾和我们的薄荷 经常配舞起来 使用治疗 烟氧的咳嗽 同时我们又学了什么呢 全歇合乌宫 全歇合乌宫 它们都是有毒的 有毒的 能够攻毒散结 治疗什么 窗殃 总结等等 那么同时呢 它们走窜能力比较强 所以说它们通落止痛 能够治疗什么 风湿 内风湿的关肌炎 那么这种关肌炎 可能时间比较长了 然后呢 再有呢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江禅 江禅这里面 主要以气风止痛为主 那么同时也有化痰的作用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和大家讲的什么 瓶肝西风药物 希望同学们呢 课后把这份内容 好好地巩固复习 那么本讲到此结束 非常的感谢大家 再见